1947年5月16日 我军在孟良顾战役中历经三天三夜 终于见面了敌人的74事 战争结束后 要做的战后工作就是打扫战场 救助伤员 清点人数 缴获装备等等 打了胜仗的战士们都很开心 但素玉副司令员却依然没有放松 因为打扫战场的结果让他吓了一跳 而听此消息的沉溢 却当机立断 一改以往的俘虏政策 命令部队这次一个俘虏都不准放 这是怎么回事呢 孟良顾战役中 我们面对74事是实力很强的部队 这个事是抗日战争时 国军战绩最为辉煌的部队 被称为抗日铁军 该是三万人使用的全式美式装备 作战也是美式战法 是国民党第一式 我军能歼灭如此强悍的部队 全军都激动不已 但素玉将军却因发现了这些问题 无法真正享受胜利的喜悦 而这其中一个问题让人意想不到 首先部队伤亡率高 一场仗打下来 伤亡人数最能说明 打仗的这支部队整体战斗力如何 不是说光能打赢就是战斗力强 而是既能打赢 伤亡又小 缴获多 才能说明这支部队是战略正确 指挥得当 战事凝聚力强等综合实力较好的 我军在这次战役中 便伤亡严重 根据当年相关档案的记载 我军击毙敌方一万三千人 俘虏数量一万九千人 但我军伤亡却是一万两千多人 战损率竟和敌军几乎一致 远远超过在鲁南战役和莱坞战役的伤亡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军虽一向采用人海战术 但即便如此 也是一直打着蚁人少胜人多的战役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淮海战役 双方伤亡交换比几乎为一比十 结果却是我军击毁敌方取得战争的胜利 但实际上却是失败的 我们的战损率太高 若一直这样下去 部队人数必会一直下降 老兵战死 新兵没有经验 只能以命相拼 我军若每一次战役都是这样打下来 部队最终又能保存住多少战斗力 这对当时来讲 是一定要去深究的问题 其次 缴获的武器数量 在这次战役中 我军共缴获28门山炮 14门战防炮 52门迫击炮 183门60炮 43个火箭筒 冲锋枪2400多支 轻重机枪986挺 长短枪7000多支 而缴获的这些大多是枪炮 但要数量就很少 这说明 一方面 敌军的实力很强 他们的把子弹都用在战场上 另一方面 表现出敌军想要抗争到底的决心 这样的顽强意志 也是让我军感到惊讶不已 最后 俘虏人数与名单不符 如不是素玉心细如发 发现了这个问题 恐怕会导致我军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偷袭 造成二次损失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素玉将各部队送来的名单进行汇总 可无论怎么核算 俘虏的人数 总是与74师的总人数对不上 甚至是严重不服 竟然少了7000人 74师总共有3.2万人 除去被歼灭的人数 被俘虏的仅有几千人 剩下的人会在哪呢 这让素玉不寒而栗 就在素玉心理疑惑时 有战士报告 在山谷中发现微弱的电报信号 听到这个 素玉立刻下命令 让各部队重现组建起多支侦察部队 继续搜捕 不要放松警惕 凡事有可疑的地方 都要一排查 务必将剩下的敌人找到 听到此命令的战士们 立刻又进入战斗状态 开始寻找 不久 侦察兵向素玉报告 说在600高地和孟良故主峰的一处挖地 发现了那剩余的7000敌军 这是一个很新细的战士发现的 说是当看见这些敌人的时候 他们全都全服在一处 一动不动 没有一点声响 这着实让人不由的后背一凉 得亏发现了这一情况 我军找到了敌军 解除了安全警告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这些俘虏人数太多 足足有2万人 该如何处理呢 一个都不准放 按照我军一直以来的俘虏政策 对于愿意加入我军的 便收编进来 表示欢迎 想回家的 便给予路费 放人回家 但对于74师的俘虏 陈毅做了一个 俘虏都不准放走的决定 这实在是让人费解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出于这些考虑 当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后 更加佩服陈毅司令的高瞻援主 我们已经知道74师 是一支王牌部队 是老蒋的新头肉 这支部队能在抗日时期 屡屡能打胜仗 必有它可贵的地方 经济在 该是在国军中享受的 都是优等待遇 同时 也是深受反动思想的影响最深的 老蒋为了掌握军队 便在其中安插了大量的 正攻人员和特务 与此同时 还下派多名专职的指导员 宣传队员 用来监视士兵的督战队 以及特务组织 这样的管理制度 把士兵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此外 该师还有学习制度 不管士兵都多少文化 都会有一个笔记本 他们每天都会进行学习总结 背负期间仍不间断 正因如此 他们非常看不上我军 对我军有着极大的偏见 如果放回去 肯定会重回国军 道士若在卷土重来 必定又是第二个74事 通过我军对俘虏的观察 这个部队有很多的军官们 都在偷偷观察记录 我军的编制组成 火力配置和指挥结构等机密信息 这摆明贼心不死 是想出去之后 拿着这些去当投名状 继续效力国军 此外 这些俘虏总是认为 我军能够胜利 就是靠人海战术 论真正的实力 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他们的援军能感到 肯定不会输 所以 他们只是表面上投降 内心里还是不服气 就这样把他们放回去了 必定是个隐患 日后 定会再次成为 我们的强劲对手 我们也会为今天的决定 付出更大的代价 陈一增说过 团集正经强力壮 反对有劲 最嚣张 一日纵敌 累计子孙 你怕一时疲劳 麻烦 最大的疲劳 麻烦还在最后等你呢 这是想告诉其他人 选择留下这些俘虏 虽然会花费我们很多精力 与时间去改造 但不能因为这而不去做 不把他们放回去 首先就会削弱蒋介石的实力 其次 如若能成为我们自己人 必定会提高 我军的战斗力 我军自把山东 华中野战军河边之后 虽然捷豹连船 但损失巨大 因此 必须补充兵源 而我军的兵源 主要来自农民家庭 如果年轻人都来扛枪打仗 便会影响后线生产 不利于全军建设 地方上没有劳动力 也会一定程度上 使整个国家的建设运行速度变换 所以 我军补充兵源的最主要的来源 变成了被教育改造的国民党士兵 此次被俘的士兵 抛开有非常反动的思想之外 综合素质是很高的 我军若能争取到 对我军的建设定会有所帮助 但是问题出现了 面对这么心高气傲的俘虏 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去教育改造他们呢 决定弃暗投明 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时间的抹黑我军 导致很多国军对我党有很大的误解 比如 我党是一直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站在人民这边 凡事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而老蒋从不会向他的官兵提及这一点 只会大肆地宣传莫须有的事情 一直把我军宣传成毫无文化 只会使用土枪炮的野人虚构了很多关于我党的负面形象 因此 就有大量国民党人很是抵触我党 于是 即便被我军俘虏的国军也会提防着我们 鉴于此 我军首先要先查清楚他们所有人的身份 当按照往常的工作方法来甄别 审查 把普通士兵和军官 特务 政工人员区别开来时 结果竟出现了三少四多的奇怪现象 即国民党军政工人员 谍报人员 部队主管少 书记 文书多 军需 司务长多 军医多 士兵多 很明显 这里面定有人撒谎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军便成立了校官访问组 是让一支真实身份 且保证可靠的俘虏校官中选出十人 由他们组成一个访问组 去以大队为单位 集合全体俘虏开大会 这些干部向俘虏们传达我军的好政策 说现在坦白的人日后不会追究 若继续隐瞒 便是与我军对抗 便要严肃处理 由于这些干部很是清楚这七十四世的情况 很多人便都觉得逃不过 就选择坦白了 面对一些特务 便采用以特制特的办法 即用已经被解放了的特务 去向他们说明 如果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我军会根据政策 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不会有秋后算账的事情出现 当其他特务俘虏 真正的相信了坦白没有危险 便纷纷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不久 便完成了区别士兵和军官的工作 经过这一系列的方法 也为下一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次 让这些俘虏体验到 我军一直以来的光荣传统 在国民党军队中 打仗时 一直以来都是士兵冲在最前面 而我军则是干部带头冲锋 这就形成了差别 很是让俘虏惊讶 不仅如此 我军的干部还会和战士们同吃同住 班长会帮新战士铺到草 扛行头 有什么好的东西 都是先给新战士们用 干部排后 就连房子也都优先给新战士们住 这让俘虏们感到不可思议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只为保护人民而战斗的部队啊 很快 他们都被我军的优良作风感化 很多都要跟随我军 好好的去为人民战斗 到此 教育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最后 在后面的教育工作中 我军时常举行辩论会 由于他们已经对我军有些其他的了解 所以在和我们的战士辩论时 也能更加客观的看待我军 比如承认我军是一个拥有着极高的凝聚力 即便装备差 但指挥战略很好 最重要的是 能得到人民的权利支持 他们能想到这一点 更加证明我们的工作开展的很好 我们还开展立功行动 号召人人立功 立功者可以记录档案 随人调动 分配到部队参与工作时 新的单位也会知道这个兵过网攻击 没想到的是 我们的教育工作开展的 原来这么好 战俘们听此纷纷响应 很是积极 即便当时我军的奖励很小 没什么物质上的价值 但他们依然很看重 认为是我军 甚至是我党对他们的认可 是给予他们的信任 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 此后 有很多人 在后面的战斗中都纷纷立下战功 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 正式成为了我军的一员 也正是他们弃暗投名的选择 使我军的战斗力迅速增强 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